我乔是人间有归处 难道那懒惹四 便是我的归处吗 我怕护不住他 月夜古外 你疏而言我 多好是化州人 可是被射了魂雀 你若想知小人鬼怪语 我可与你说上些许 那白鬼牵腰 我明着眼我叛之可恨 可我遇见了那书生 海誓山盟 若是逃不得 我当如何呢 天赋技能的手铺 群伤防害生存辅助 好 那基本上呢 我觉得小仙人定位 比较偏向那个 虽然他是宙师啊 呃 狮子宙师属性是冰 不过我觉得他比较 不偏向攻击方的那个宙师啊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天赋的部分吧 好天赋好 孟海擎成 那置身三格范围内 每存在一个 请他有方 可以提升自己5到8%的伤害 和法术免伤 那最高可以提升到15到28 也就是说最多是三个嘛 对不对 三个以上就是 以三个去算 那 行动结束的时候呢 如果三格内其他有方 数量大于等于2 则对自身三格内有方呢 是加孟海 那 尖格是3 2 2 1 那孟海的效果是指说 自身气血大于80% 则遭受方的血血伤害降低50% 然后如果出发之后就会移除 那这部分呢主要就是 像那个 擋住范围技嘛 像 鬼伯斯王 或者是一些 像这个 鐵手夏侯儀 或者是一些 九居粉滅等等的 大招 都是 而且降低50%是蛮多的 不管你是打PVP或PVE的朋友们 呃 就大师而言 PVP PVE啊 比较 蛮常遇到这个范围技 而且又抢的 大家还记得那个 玄宇跟云衣裳的那个剧情嘛 然后不是有一个困难活动 是 打那个刀疤吗 刀疤不是那个范围技超级痛 如果那时候我小线的话 可能会比较轻松一些 好 那策划说是指说 天赋可以持续敌位团队 提供范围绝血伤害的 减免的BUFF状态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好再特色技能 浮旋 助P 对范围内 所有友军施加运魔 固炎1的状态 那可以获得幽魂的状态 只有小线可以 持续三回合 那幽魂是移动1加1 也就是说 小线是可以在 如果放这一招就是 他即使 嗯 他就是克服腿短的问题啊 那就是 嗯 移动1加 移动1增加当然是好啦 总比 总比 走的慢还好吧 就是有这个是不错啦 会让我比较想带这个 不过你看他的招式 看到现在 虽然是揍势 可是都是偏向辅助居多 好 再来 看一下哦 哦 这边称话说是指说 因为幽魂嘛 因为小线本来就是鬼魂 也就是说 他无视敌方嘛 就是移动1加1 然后行动时无视敌方 角色阻挡 他这边解释说是因为鬼魂的关系 配合天生的飞行能力 蛮合理的啊 好再来技能哦 拾取乱情 对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0.6倍的伤害 并斥加皮弱 拾取两回合 这个我觉得不错 他真的是一个 像辅助的宙斯 是这样讲吗 辅助的宙斯 因为通常通常那么多辅助 或者是施加这个 呃 呃 buff或debuff啊 应该都偏向柱油居多 当然啦 这有一些debuff是 宙斯没有错 可是他 小线同时拥有buff 蛮多buff的技能哦 我觉得很不错 像打那个什么 打那个单体boss啊 或者是创命啊 你卖啊我觉得蛮蛮适合的哦 再进了哦 射魂福音 对范围内所有敌人造0.7倍的伤害哦 十七冷却中的主动绝学哦 加二 在自身周围三格张开领域哦 集魂音域 那这个状态是效果是所有被动绝学失效哦 但是他是七力技哦 这一招打ppp应该非常好用吧 你只要可以放到的话 非常好用 应该是可以逆转局势的哦 好 那 主要我觉得是这个啊 机会音域啦 自身三格 所以被动绝学失效 哦对不起他是被动哦 主要是这个冷却时间 主动绝学冷却时间加二啦 你要打到敌人 你这招 集到 马上打到敌人 非常好 而且他有移动 移动力加一嘛 对这个 如果刚好移动力加一了 然后又有这一招 可以赶快过去敌方阵营哦 把他放了这一招 主动绝学时间加二哦 想放技能都没得放 加上被动失效哦 好 不过这个就要冲到敌方阵营那边了 是有点小危险 好 然后策划说是指说 使敌方处理冷却时间主动绝学加二嘛 就是封死敌方的 技能 那还有一个禁用 敌方被动绝学光环 这是还不错哦 但是就是要小心啊 好再来是被动哦 因阴阳化疑 自身气血高以50% 我方行动 10 就提高法攻4% 敌方行动10 法攻 提高10% OK 简单 简单讲就是说 当我行动结束的时候 敌方才打我的法防就提高10% 如果是我方 我自己在主动攻击就提高10%啦 好就这样子 可是他是写我方耶 我方提高10% 没错 不过这是自己啦 自己本身 那再来是一个被动平音 免疫移动力降低 然后自身气血大于80%的时候 回合开始的时候呢 可以获得止割状态 那这个止割状态是指法术免伤10% 代替两个友好方承受法术攻击 嗯 这个啊 嗯 感觉 好像没有到很好 没有到很好 这招好像无杀也会 但是这招一个好处 就是假设你刚好这个 这一关的boss 他都是法伤 然后但是你的阵容 几乎都是侠客 类型的齁 那这时候你带小剑就蛮不错的 就蛮不错的 你要是看看关卡 看关卡啦 好 再来另外一个是奥雪寒霜 攻击当个敌人 造成1.3倍的伤害 然后对范围 对目标 战后对目标 伸舟一圈内的所有敌人 施加磁缓2 欸磁缓1 移动1-1 然后无法护卫 然后另外一个是天双雪舞 然后攻击当个敌人造成1.5倍的伤害 那战前施加10魔 持续两回合 那总结来说齁 练小剑就是 以守为攻 为团队而 提供生存状态 这就是看下来 他就是一个 攻击能力不强的 咒诗 但是他的辅助效果非常强 我看他策划是不是这样讲 天赋有抵御 敌方效果范围 伤害不好发 对 大部分都是这样啦 对我来说 小剑就是一个 欸 欸 要怎么讲 这是辅助 辅助的咒诗 但是 他是蛮不错的 他技能都蛮不错的 我其实是会用的 如果抽到他的话 我其实会用 因为光这个疲弱啊 还有这个 施加御魔固元 我觉得还蛮好的 因为基本上像我 我这种的咒诗 每次打Boss都很容易被 很容易被烦死 那他那如果小剑可以不攻击 然后帮队友增加一些BUFF 我觉得 以我的阵容来说 会蛮适合小剑 小剑的位置 好 然后后面的就是技能组合的部分 那技能组合的部分 大家都参考 就是有可能会 试乞桓去做调整 那这边就是大家参考一下就好了 然后最重要的魂石 就一样 就是妖术师跟住院魔火 这两个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更新的内容 就是 尼漫关于65等的 65等的材料 掉落的机率会增加 那7J脆火材料 每次必定掉落一个 那高耳的话就是两个 那台服的话就是等 看之后什么时候会 增加这些东西吧 好 那以上就是小剑的这个技能 介绍啦 那喜欢我的频道 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这个就是我的IGFB 对不起 Bilibili 还有Discope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拜拜